那我阿弥陀佛 大家新年吉祥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善导大师的劝念佛记 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书法 这是传印长老在拉月初八佛成道日写的末宝 也就是最近写的 老和尚已经是95岁高龄 以末宝做佛事 在此时写出这个末宝 也是用意深远 这个祭子也许我们都读过 但是读懂了没有 善导大师的著作留在世间的叫五部九卷 那是比较完整的系列 然而散见的文稿诗迹不是太多 除这个念佛记外还有一个灵税观想法 这个劝念佛记自唐代以来影响深远 这个祭子又称为劝化记 有时称劝世记 有时又叫劝化进入修行送 我先整体念一下 渐渐鸡皮合法 看看行不隆中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人如千般快乐 无常重视到来 唯有近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大家听下来感觉有点苍凉 在佛法中 直接从生命的本质来思维生命的现象 苦难 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祭子直接把我们生命中的栓老疾病 死亡的主题开门见山揭示出来 这个主题是释迦牟尼佛事宪八乡成道 他作为一个王子 能够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的一个转轮圣王 为什么他要舍弃一切出家 其出家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这位太子观察到我们生命中的疾病 衰老死亡的现象 当这个生命现象存在的时候 一切的荣华富贵 一切的五欲的享受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位太子依然出家 去寻找超越生死的方法 终于 在菩提树下找到了方法 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再把这种解决生老病死的方法和盘托出 另一切众生都能解脱生老病死的苦难 所以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是在这个生命的本质中 所升华出来的一个慈悲智慧的法门 对这个法门的认知和信受 是要从生命的衰老疾病 死亡刻骨铭心的感受中 才能生发出离心 才会和盘接纳这个法门的 但我们常常是无名按宁 对生命的苦难现象麻木 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里如木骨尘中目夺之音 在警醒我们 怎么警觉我们 看第一句 渐渐鸡皮合法 看看刑布隆中 渐渐鸡皮合法 看看刑布隆中 我们投生在这个世间 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死亡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谁也摆脱不了的 渐渐就是它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 由于过程是逐步渐进的 往往我们就麻木了 不了解 我们年复一年 月复一月 日复一日的走向衰老 走向坟墓 鸡皮就是我们的皮肤起皱了 喝发我们的头发变白了 衰老来临了 既然鸡皮合法 当然伴随着衰老全体现象的出现 眼睛花了 压制掉了 妄想还特别多 年老了 打妄想都是想他这辈子春风的一时如何 为什么老年人寂寞之余要找人谈话 想当年我怎么样 他都是想当年 而且年老了 他的贪心还很重 你老了 没有自知之明 老是把这个烦恼习气呈现出来 那人家就更离你远 从中看到文化的重要 为什么需要孝道 对年老的人 子孙后代要孝顺他 不能遗弃 但从个体的生命来说 衰老是不美好的 而又不可避免 看看行不隆终 看看就是转瞬间 很快走路都很艰难 隆终 颤颤巍巍 这是抓住衰老一个本质特点 树老更先老 人老从腿部摔老开始 腿部一摔 他走路就摇摇摆摆 为什么要煮拐棍呢 三条腿走路 他在想爬山 可能望山升位了 不能春游了 走不动了 背也慢慢驼了 牙齿快掉光了 摔老还是很可怕的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如果得个病躺在床上 求死不得 求生不能 所以不要说别人摔老 自己不摔老 我们照样摔老 要关照到这一点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摔残老病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摔残老病 假饶就是纵使你有黄金美誉 充满在你的堂上 就是你很富有 富有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金钱是为了享受武裕的 这些武裕美色喝酒歌舞 蚕色酒气 所以众生追求财富是为了满足武裕的 但是在你享受武裕的甜蜜时 别忘了难免摔残老病 你在青壮年时好像觉得自己永远年轻 永远身体强壮 永远有能力享受武裕 但你刹那刹那都在摔老 每时每刻都在变老 而且疾病就伴随而来 你红光满面的脸色马上会充满皱纹 你浑身的力气马上也就没什么力气了 有时看到那些疲惫的中年 摔残的老年人 可能年轻时像铁塔一样壮 一到中年开始要拿着保温杯 放几颗枸杞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 要警觉这一点 你不要以为我在无欲享乐的万贯财物中 身体能永保健康 寿命能万寿无疆 没有这回事 就是贵为皇帝 像秦始皇这样的 为了追求长寿 派三千人到县山去求取长圣之丹药 但是他又能活多长时间呢 也就是五十一岁吗 反而当那些皇帝的人 寿命比平均人的寿命还短 何以故他太纵欲了 因为他有条件纵欲 他不知道 贵为天子 照样都是要摔老死亡的 在摔老死亡面前他是大平等的 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凡夫走足 不看你的身份 人如千般快乐 无常众是到来 所以要警觉到人如千般快乐 无常众是到来 人如 你放任自己 千般快乐 快乐是多种多样的 五欲的快乐 五根接触五尘 色生相未出发 现在的商业最大限度的调动你的欲望 所以你在这里就很快乐 但这种感官的快乐是烦恼 是苦 是造业 是堕落 这种感官的快乐越多 离我们清静的福性越远 他就完全迷失在这里了 其不了一念求解脱的道心 人间的快乐跟天上相比还是少很多 你看刀利天 夜摩天 到处都是花园 去每个园子鱼了 天女很多 音乐美妙 而且不需要上班 不需要打卡 树上自然就有衣服 他的享乐比人间高出太多 但为什么佛没出现在天上成佛 而是出现在人间 天上享乐太过度了 他就很难生起道心 他很难体会苦空无常的真相 而人间是苦乐参半 甚至是苦多乐少 人有智慧 会反省 在苦难中会让他醒过来 就好像2020年的新冠疫情 让很多人开始走向宗教 有些原来不怎么念佛的人开始念佛了 有些虽然信佛 信净土 但不怎么念的人 开始每天有几万生符号 真羞实干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苦难敲醒的 在四大洲中 北巨卢洲最享乐 正因为太享乐了 他不修道 他没有出离心 佛法也没有可能在那里推广 所以那是佛法不流行的地方 维托菩萨为什么三周感应 在其他三周有佛法 唯有北巨卢洲没有佛法 所以维托菩萨是处北巨卢洲外三周感应 所以享乐不是一件好事 在享乐的时候一定要警觉 这些乐是无常的 不能长久 马上会乐极生悲的 为什么呢 你在快乐 要知道你是挡不住他的脚步的 就是死亡 无常重视到来 无常就是死亡 在这一期生命的业缘中 你只能活到一定的寿命 你能活多长呢 自古七十为夕 平均寿命也就是七十几岁 你的上寿 原来希望活到一百二十岁 看来现在都没有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 吉尼斯最高纪录是一百一十七岁 能超过百岁的是极少数人 这个时代寿命将会越来越短 福说的你不要怀疑 九零后都脱发那么厉害 就开始注重保健 要吃各种保健品 年轻力壮的人都开始注重 身体说明身体已经有提前衰老的症状了 欲望又很大 发育又早 这些都是寿命缩短的表现 年纪大的人身体反而健康一点 年纪越轻身体越不好 这里有社会问题 也有他自己的业缘问题 生存压力大 尤其更重要的是一出生就活在化学的世界中 这些化学的东西都是有毒素的 生活在有毒的环境中 他的身体会好吗 反而是年纪大的人在青少年阶段没什么化学的东西 现在太多了 我们不要认为只是新冠病毒 所以无常中究是要到来的 面对这句话 我们要深刻的体会到的人身之难 用盲规植木来表达 用虚拟山下垂一根线穿针孔来表达的人身之难 所以得到这个宝贵的人身 你不去闻福法修行的解脱 那真是入宝山空手而回 这才是生命中最大的悲哀 失去人身 在想的可能是万劫难腹 所以看到佛陀这么慈悲的开示 我们真的要非常警觉 得人身很难 生命是这么短暂 大乘佛法是这么难以遇到 难以相信 我们不抓住这么一个宝贵的机缘 在这一世解决轮回问题 我们真的亏就吃大了 太冤枉了 太辜负我们宝贵的生命了 唯有净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所以善导大师慈悲地点醒我们 最后两句话唯有净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觉悟到自己有佛性 知道轮回路险 我们开始求解脱之道 菩提心芽站开了 那选择什么法门呢 唯有 唯就是独特的 没有其他的选项 只有一条净路 净路就是直接到达 快速不弯曲的一条修行的康壮大道 这个修行的净路是阿弥陀佛慈悲的试试 是释迦牟尼佛进入三界火宅慈悲的转述 让我们快速出离三界火宅 快速圆成佛道 这是净路 净路就像坐电梯一样 你到一百层的高楼 不是爬楼梯 是坐电梯几秒钟就上去了 这个净路法门是佛力法门 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慈悲的试试 那这个来生托死 成就佛果的净路怎么获得 但念阿弥陀佛 就这么直接 但也是没有选项 唯一的 只要 没有其他附加条件 不需要其他方便 你只要信愿持名 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是直接了当的 但念阿弥陀佛 高弥陀佛的名号是建立在我等众生的心性上的 无量光寿 我等众生的无量光寿是信的 就是佛信如来藏 高弥陀佛是依据众生 本有的无量光寿建立无量光寿的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是果地上的一个结晶 我等众生有因地的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光寿 所以要借助已经成佛的名号 来带起我们本有的无量光寿的信的 这叫脱比名号 显我自信 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是同构的 是同体的 是平等的 是不二的 是无差别的 这就是心佛意如 能念的心之外 无有佛号为我所念 所念的佛号之外 没有能念之心 心佛意如 心佛意如 就单刀直入 直持名号是直接在心性最核心处展开 就像大师之菩萨说的 以念佛心入无声忍 当你全心是佛 全佛是心的时候 因为阿弥陀佛的法身已经入到我们的心里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我们能念佛的心当下就是佛 能念所念打成一片石 回归到真如法性 这就是入无声忍 也就是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有时就表达为 吹开万里白云 涌出一轮红日 保持花束现前 语言文字难述 这是楚师范琪大师的四句话 支持名号 吹开万里白云 我们的无名烦恼向云遮蔽了我们本有的佛性 佛性比喻为红日 那个红日永恒在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先前 就是我们的无名烦恼厚重 遮盖了 这句符号就是波耳波罗蜜 如波耳之风能够吹开乌云 红日自然现前 福性 红日的现前展开的妙用 就是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 保持花束法而自然现前 这就是念佛三昧 在这种情况下 梭婆世界和极乐世界 没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间隔 当下极是 梭婆的当下就是极了 这是念佛共生可以达念佛三昧 那现在五拙的事的众生 可能烦恼很重 得不到念佛三昧 得不到念佛三昧不能说我就没办法了 不是这样 更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是三根土被 一顿全收的 我等幽幽凡夫得不到念佛三昧 但是具足信愿持名 更弥陀佛的名号光明 愿力慈悲地设设我等众生 灵命忠实拿着连台来接引我们 交代夜往生 我们一念尖神时入到连台里面 随而弥陀佛往生 往生后这个莲花再七宝池 八宫的水里 我们由于业障重 可能会滞留莲花或七天四十九天 一节六节 乃至五逆十恶的罪人要滞留十二大节 无论滞留时间长短 总之都能从莲花里出来 这叫莲花化生 当我们从莲花里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不是这个身体了 那个莲花就是转凡成圣的玄妙的大野红颅 我们在里面完成了转凡成圣的过程 我们的样子就不是这个丑陋的样子 就不是鸡皮合发了 而是像佛一样的庄严 具足三十二相 八十虽行好 金刚纳罗延伸 这时你自然欢喜地从莲花出来去里拜阿弥陀佛 那是阿弥陀佛做下的法王子 这时你已然就是菩萨了 阿禀拔至的菩萨 不退转的菩萨 在那里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一生圆成佛果 这就是我等众生 可以戴叶横超的殊胜利益的一个圣妙法门 乃是阿弥陀佛 赐予给十方九法界众生的一个大不可思议的摩尼宝珠 今生我们在这个五拙的事 末法晚秋 还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要生稀有难遭之想 要一往情深把这句符号作为命根子 进行受持念 一定超越这个火宅 到极乐世界清凉池去做菩萨 去做佛 然后再以慈悲愿力回到这个火宅 广度有缘的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